中共近来频频挑起周边国家紧张 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加剧 不排除中共试图用挑起区域冲突 来转移内部的注意力 中共不断扩大落实领土声索的行动 外界之一 从片面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到加强在南海争议性水域的警察权 挑衅周边邻近国家的区域稳定 首先破坏两岸关系 挑战台湾政府对两岸现状的定义 马政府将两岸定义为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定治权 但从中共动作频频 不惜与东海南海国家尖锋相对 学者表示 从东海防空识别区到南海争端 甚至去年底美中军舰在公海一度对峙 中共既挑起冲突 想掌握话语权 又想在区域内扮演控制局面的角色 外界认为说你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但是自己本身又想自己有这个能力 它所出现冲突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是认为 2014年到2016年 这两年期间 在东海或南海出现这个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我觉得已经接近到八成以上 学者分析 中国经济围如雷软 社会矛盾加重 不排除试图挑起区域冲突 来转移内部的注意力 尽管中共在南海水域表态将动用警察权 而非军事防御权 但从中共试图强化对南海的管辖之际 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军舰自由号首次部署东南亚 并在南海巡航 险见国际间对于中共的一再挑衅 预作准备 新唐特电视 陈正祥 张明珠 台湾特报道